大家好,本期视频我们来学习 一个色表格复制粘贴后,格式不变 也就是说,不管你是粘贴在Word文档 还是一个色表格里面,都要保留原来的格式 下面我们打开表格 打开以后,我们利用快捷键 Ctrl加A,全选这个表格 然后Ctrl加C,复制这个表格 然后我们打开货的文档 打开以后,新建一个空白文档 然后,鼠标右键 大家注意看,它这个粘贴选项里面 有六个选项,我们选择第一个 当我们鼠标移到第一个选项里面 它会显示保留以原格式 我们单击它 粘贴出来以后的表格 它就是跟一个在表格里面的 格式是一模一样的 该是一行就一行,它不会换行 这样子,它就保留了原来的格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 如果说你感觉还没有学会的 你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我会一一地回复大家 好了,本节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,下期再见,拜拜